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正经最前线我们的直播聊天室 再次和大家见面了 我看到有好几位观众已经早就来到聊天室了 那么今天开始之前啊 我先向大家报告一下 关于我们下个星期在台北的和观众见面会的时间地点 还有报名的方法 那么我想可能有些观众朋友已经找到了报名的方法 已经登记了 但是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们会通过我们这个聊天室 包括这个开播以后 这个结束了我们直播以后 他们会在网上继续去看这个节目 然后呢在节目里会也想听到这个见面会的资讯 所以我今天呢就一开始先把这个见面会的时间地点说明一下 那首先就是需要在这个正经最前线这个网页上边 你点击网页以后你会看到这个有一个右边有一个选择选项是社群 那你在社群里点开以后 那你在社群里点开以后你就会看到我们这个见观众见面会的通告了 那见面会的时间我这里再说一下哈 见面会时间是5月11号星期六 那么时间是下午2点钟到4点钟 5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钟到4点钟 欢迎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把这个时间空出来 欢迎我们到现场来 我们一起见面 那么这个现场呢 现在这个场地呢不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我们主办单位呢 现在安排的是大概有限量 可能是30个人的空间 所以大家报名要早哦 免得说到时候场地满了 那你就会很吃亏哦 那报名以后你当然保证会 不会因为别人来的多 你就进不来了哈 那么这见面会当然是免费的啦 所以呃只是要占用大家一点时间 那么希望大家说 那会参加见面会以后呢 会感觉到说 哎这个两个小时时间也许还会延长一点 那么会觉得说这时间有所收获 那就是我尽到了我的责任哈 那么具体地址是在台北市信义区 福德街96号 这个机构呢叫做燕玉文化中心 燕是大燕的燕 天上飞着大燕的燕 呃 玉呢是场玉的玉 地玉的玉 燕玉文化中心 再说一遍 信义区福德节96号 燕玉文化中心 时间是5月11号 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 那好 我介绍完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 下周末的见面会的时间地点 然后呢 今天来讲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大家看可能也看到预告了哈 这次谈间谍 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大国和西方 民主国家之间 这个间谍战从来是一个 非常引人注目的话题 我不能说热门哈 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话题 我记得我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看过一本中共内部出版的 叫做内部发行的书 叫做秘密战 讲的就是美苏冷战期间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还有苏联的克格勃 他们之间的一系列的谍战故事 那我当时十几岁看的惊心动魄 那印象很深的 那后来我到美国来以后 发现说 里面很多事情 现在在维基百科上都能查到的 所以那本书的可靠程度相当高 但是同时给我打开很大眼界 我讲一句希望女生 不要有不舒服 就是男生啊 有很多人 我不是说所有啊 有两种不 两种兴趣 或者说三种兴趣吧 第一种可能是 对军事有一点点兴趣 第二种是对 谍战有点兴趣 第三种就是对一些科技有点兴趣 那么正巧呢 我从小时候到现在 这三个兴趣都没有变 所以今天讲这个话题 也是我比较熟悉的这个话题 不过我今天不会这个完全的是讲一些小故事 但是今天也会有两个非常有趣的很老的故事 但是很有名 全世界如果你仔细去查都能查到的 关于中共间谍的故事 当中共间谍下场很惨的 我今天讲完你们就知道惨到什么程度 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会讲的间谍 原因很简单 因为欧洲近年啊 近年来啊 一直是在中共间谍的阴影之下的 那么最近呢 呃 发现说啊 从英国 德国 荷兰 到欧盟总部所在的 不禄时的那个 Brussell 这些地方都发现有中共的间谍 那么前几天呢 德国在一个星期之内连续逮捕了四名疑似中共间谍的人 那么另外还有两名嫌疑人是在英国被起诉了 那么情报专家认为呢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那么欧洲现在触及到的只不过是中共的谍战活动的一小部分而已 实际上中国的间谍啊 渗透全球的情况非常严重了 那么在中国这一边呢 就在中国和欧美因为间谍问题的关系变得有点紧张的时候 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部长就中国的间谍头子之一 叫陈一新 他最近发表文章 说是国家安全机关要切实助劳国家安全屏障 要深入开展 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 这个无反斗争 并且强调说呢 要警惕西化的图谋 整治台湾间谍人员 那中共恰好是在这个时候 在他们的间谍被抓的时候 发布这个无反斗争 还有惩治台湾间谍人员等等 这些举动啊 蛮耐人寻味的 那背后有几重用意呢 我今天就来解读一下哈 首先我是在简单介绍一下 中共间谍在欧洲落网 它其实全球 中共的全球谍报活动啊 露出了冰山一角 那么接下来我会用比较权威的资讯 来介绍中共的全球间谍活动 特别是对美国的间谍活动 那么这就是 我第二话题就是 美国的负责反间谍的机构 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它是怎么样揭露中共的全球谍报活动的 那第三个话题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美国已经开启了中美冷战当中的谍报战 时间是四年前 那么现在已经开始收获 所谓收获就是 它不仅在美国境内 而且带动了美国的盟友 一起来抓紧中共间谍 那第四个话题 我会给大家讲两个故事 一个叫蝴蝶先生 这是一个西方的媒体 或者说是这个西方的 具体讲是这个百老会的演艺团体 编了一部电视 这个舞台剧 舞台剧呢 用的名字就叫蝴蝶先生 那讲的是中共的一个 谍报人员怎么样 去把一个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 外交人员拉下水弹 这里面还有些情色故事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故事呢 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里面 有一个中共的长期卧底 三十多年哦 而且身居蛮重要的位置 最后他是在狱中 用你想象不到的手段 被迫自杀了 不是被美国逼迫的 是被中共逼迫的 所以我说给中共当间谍 其实蛮苦的 很惨 那最后我来讲一下 中共刚才我提到 中共的国安部 国家安全部部长 宣布要开战五反斗争 他有些什么用意 那么中共经常会有这种口号 什么急反急反 我从小时候就听到过 从三反五反开始 现在又有个五反 那么 有观众问啊 说这个他已经填了报名表 就是我们见面会的报名表 那他不知道是不是报名成功 我想应该是报名成功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 有没有设置反馈的这个程序 因为是我们这个一次性的一个小通告 所以呢 可能这个设置方面 我们不会像商用的广告那样 做得很完美 在这里我向大家抱歉一下 不过因为他也就是几天时间 我相信你填了表 我们的主办单位都会有掌握资讯 那么到时候虽然可能不用发票 你只要签一下名就好 说明你是那个报名的那位就行了 那好 我接下来讲今天第一个话题 中共间谍在欧洲落网 是全球中共电报活动露出了冰山一角 那欧洲上个星期是 经传了三期中国间谍案 六个人涉案被控 那么两个人在英国被捕 四个人在德国被捕 另外呢 这个月初五月初 瑞典又驱逐了旅居瑞典二十多年的一个中国籍的 所谓的记者 因为瑞典政府怀疑他对瑞典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那么往往呢 这个欧洲过去是不太愿意承认中国间谍 对欧洲国家构成威胁的 那么最近呢 德国英国还有瑞典相继曝光间谍案 那什么原因呢 这个原因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我的第二个话题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一个讲话 他讲把所有状况都讲清楚了 那么先来看看 这个在欧洲被抓的这些中共谍报人员是什么人 大部分不是中国人啊 不是华人 伦敦警察厅 就是这个绰号是苏格兰厂 Scotland Yard 他抓获还有已经起诉的这两个人是英国人 那涉嫌呢 为中共提供伤害英国国家利益的情报 其中有一个人曾经是国会研究员 英国国会的研究员 有上院我想应该是下院的研究员 那么他在因为他这个职务 他是能够接触到英国一些可以影响对中国政策的政治人物的 那我回头会讲 这些间谍属于什么类型 那么在德国被捕的中共谍报人员之一呢 原来是一个中国留德的学生 曾经在东德国东部的一个Dresden城市读书 他能够说流利的德文和英文 而且入了德国籍 那这个人的背景没有介绍 我相信他搞不好 是中共的谍报院校毕业的学生 中国有很多谍报学校 那么我在回头节目里我会讲到 那么这个华人呢 已经入了德国籍 也算是德国人了 那么他曾担任一名欧洲议会里面 德国的一个反对党议员的幕僚 那另外三个德国抓捕的中共间谍呢 两男一女都是德国人 德国政这个相关呢 德国是叫做宪法保卫局 就是他们的反间谍机构 宪法保卫局指控的是 这三个德国人两男一女 经营一家和德国研究机构合作的 琵琶公司 在德国获取军事技术之后 提供给中共的国家安全部 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部长为陈一新的中共那个谍报部门 那么能不能够根据中共抓破的 被抓获的中共谍报人员 来判断中共谍报活动的方向呢 其实是可以的 你至少可以区分好 中共被招呼的谍报人员服务于哪个谍报部门 那么谍报活动的主要方向 中共的对外谍报活动啊 大致上分成国家安全部和军方情报部两个部分 那么军方情报部门呢 在习近平做军队体制改革之前是分成 总参谋部情报部和总政治部 对外联络部这两个部门 就是军方情报部有两个谍报机构 两个套谍报网 那么现在好像是合并了 所以大体上军方一套谍报系统 国家安全部一套谍报系统 这个模式和苏联的模式一样 就苏联大家都知道有克格勃 相当于中国的国家安全部 那苏联还有一个叫格鲁乌 都是俄文的缩写 格鲁乌就是苏联军方情报部门 以前是苏军情报总军 那么这两个部门 中共都是在苏联帮助下培养建立起来的 那么中共的这两个国家安全部和军方情报部呢 各自有不同侧重的领域 那军方的情报部门 主要搜集军事情报 还有科技跟军队有关的科技情报 那么国家安全部是侧重政治层面的谍报活动 就包括渗透进国外的政党 收买外国人 搜集军用还有民用的科技情报 所以国家安全部的谍报活动范围非常广泛 比军方情报部门还要广泛 那么从欧洲国家这次抓获的这几个 中共谍报人员可以看到说呢 这些中共的间谍 基本上都是英国人和德国人 那说明啊 中共谍报活动已经深入到西方社会当中去了 他收买了不少当地人 本国人 而不只是利用华人 那么 收买了比方讲 德国人英国人为中共充分当谍报人员 这个做法也就是克格勃当年的做法 那么英国的情报部门 英国也有个反进的机构 我印象中是MI6吧 那么他这个情报部门的首长是这样估计 他说光是在英国啊 中国的特工人员就接触了两万多英国人 希望他们提供中共需要的情报 换句话讲 中共中共的特工在英国的活动是非常活跃的 英国情报部门掌握的 与中共情报部门接触过的英国人就有两万多人 那这里我要说明一点 当年苏联的间谍 在西方收买当地人为他们从事谍报活动的时候 虽然给一些钱 但是他们更多的也利用共产党意识形态 因为西方社会里总始终有一些个左派 倾向于共产主义 倾向于共产党 因此就在这些人当中去开发谍报资源 那么中共现在看起来 它比较少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了 但是中共会利用其他的方法 除了钱 还有就是抓中共的特点是抓人的弱点 这个外国人有什么弱点 被中共一旦发现 它就会利用这个弱点 去逼它为中共服务 我看到有这么一则资讯 就是德国的民讯 就是慕尼黑 是在德国的巴巴利亚州 那里面有一个叫做 Bavari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Peace Policy in Bavaria 这英文的念法 这个我就不念德文的名称了 就是巴巴利亚和平政策研究所 是在慕尼黑的 他的所长叫做Erich Schmidt Erbun 他也是个情报专家 那么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 说中共谍报活动这方面的情况极为严重 而且多年来不断加剧 他警告说 德国近期逮捕的这几个 我刚才提到的间谍嫌疑人 不应该掩盖 我们只是触及冰山一角 这么个事实 那就除了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行动之外 就是人力间谍 中共的国家安全部和军事情报部门的 技术侦查品质也持续进步 这句话讲得很委婉 意思就是网络攻击和网络盗击情报 那中共是一直把美国示威队敌手 那美国也是中共 搜集军事政治情报的主要活动区域 那同时欧洲因为是美国的盟国 所以美国呢 对欧洲国家是不设访的 那这样的话 中共就除了在欧洲啊 针对欧洲各国的谍报活动之外 他也试图通过欧洲国家 来窃取美国和欧洲国家分享的 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 那确实呢 欧洲国家对中共谍报活动的反应 是比较迟钝的 当然我想向各位报告 那美国也一样 美国呢 从奥巴马 我们往上数 从老布什到小布什 老布什到克林顿 再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 美国有多年 几十年的历任总统 同样对中共谍报活动的反应 比较迟钝 那我回头 会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话 来说明为什么美国的历任总统反应迟钝 不过 2020年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之后 美国的对中共的反间谍工作就加强力度了 我看过一位这个美国的希望之声 广播电台采访了一个已经退休的原来的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 Counter Intelligence这个部门的 Special Agent 这个就是探员吧 一成中文事件 Special Agent是联邦调查局 他的这个特工 在对外工作的时候 他用他的说明他身份的时候 用的title 他的头衔都是Special Agent 不分级别 不分高低 那么这位探员呢 在采访当中说 他说他们其实一直在发现 中国在美国有大量的间谍活动 因为他这个部门 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 反间谍部门 Counter Intelligence部门 他本来就是负责反间谍活动的 因此他们一直掌握这方面情况 但是他只是讲到奥巴马任内 他说在奥巴马任内 联邦调查局因为他是隶属于美国司法部的 所以他说当时奥巴马任内的 这个奥巴马行政当局的司法部长 一直不让他们逮捕中国间谍 理由是说会破坏和中共的关系 因此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 手脚就被捆起来了 就是不能抓人 那怎么办呢 他们只能去设法瓦解那些中国间谍们 获取情报的一些具体的活动 所以他们也比较少公开抓捕中共间谍 那么是川普总统上任以后 他是美国多少年来 第一次真正下定决心 要对付中共间谍的美国总统 那随着美国抓捕中共间谍的努力越来越大的话 美国的盟友们也相继采取行动 那像欧洲这次就抓了几个中共间谍 那下面呢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美国负责反间谍工作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叫做Christopher Ray 他在2020年7月的一次蛮重要的讲话 我会讲完这一段以后 就下我的下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 我讲完这个第二个话题以后 大家会明白为什么Christopher Ray 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 他的这次演讲非常重要 那么他的讲话证明呢 美国自从2020年加强针对中共的反间谍活动之后 美国的盟友国家迅速跟进 这就是欧洲国家抓捕中共间谍的背景 那美国反间谍机构怎么样看待中共的全球谍报活动 我想台湾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 应该是会有启发的 因为台湾同样是中共谍报活动非常猖獗的地方 所以我第二个话题就是 美国反间谍机构联邦调查局局长 揭露中共的全球谍报活动 那2020年7月 在美国有个智库叫做Hudson Institute Hudson研究所 他举办了一场视频对话 因为当时还在疫情当中 这个视频会呢 主题叫做与FBI局长对话 副标题是中共试图影响美国机构 那联邦调查局局长Christopher Ray 他在视频当中就强调说 长期以来对我们国家的情报 知识产权经济活力构成的最大威胁 来自中共的间谍活动 他威胁了我们的经济安全 并且进一步威胁到了我们的国家安全 他说他在这个视频会上说 我将提供有关中共威胁的细节 那么这些细节比联邦调查局 曾经在公开论坛上公布的还要多 中共的盗窃他只是盗窃机密的规模如此巨大 因此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之一 而受害的是美国人民 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美国成年人 那么中共很有可能已经盗走了你普通的个人 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了 个人资讯 那遭遇危险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美国的这些资讯 还有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生计 以及我们的安全 他说想要理解中共的这种谍报威胁 以及我们要必须如何做出反应 美国人应该记住三件事 第一节 我们需要看清中共的野心有多大 中共如何不择手段 举全国之力 想要成为世界唯一的罢主 第二 美国人需要明白的是 中共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复杂手段 从网络攻击到收买可靠的内线 甚至直接派人亲自去偷 我插一句话 这个最典型去亲自偷 偷到什么程度 到农场的地里面去挖种子 玉米的种子 因为那个玉米的种子 中共也想偷 而且 这个Christopher Ray还说 中共开创了一种广泛利用 多种人员身份偷盗创新技术的方法 就是说中共不仅仅情报人员在偷盗技术 它还在企业里 大中国派出来的在中国 而在美国留学的研究生 还有在美国的华人研究人员当中 也发展谍报人员 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各种人 所以我再插一句话 所以在美国这边我们经常会讲说 中共在搞全民谍报活动 你中国的反间谍法讲得很清楚 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公民 都有义务配合谍报机构工作 换句话讲就是 他找谍报机构找你找上门了 要你充当谍报人员 为他们服务 可能甚至都不给你钱 你也必须替他干 不然的话 你的家人在中国就倒霉了 然后Christopher Ray说 中共瞄准了从军工设备 到锋利涡轮机 从大米到玉米种子 一切领域的研发 他说我们面临的风险 已经高的不能再高了 所以中共对美国企业 以及整体经济造成的 潜在的经济上的伤害 几乎难以计算 那么在学术界呢 也发生过类似的事 就是中共这第三个部分 就是美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美国学术界 很多美国的研究人员 教授嘛 始终对他们雇佣中国研究生 为他们工作 不愿意放弃这样的机会 因此他们反对 在中国的 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当中 这个政别 又没有谍报人员 那么事实上 Christopher Ridge讲了 中国通过了一个种叫做 千人计划的人才招聘计划 收买美国大学里的科研人员 让他们把我们的发现和创新成果 秘密的带回中国去 其中就包括有价值的 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 这就意味着美国的纳税人是在有效的 为中共的技术开发买单呢 就美国人出钱 中共偷成果 那么中共利用这种不劳而获的利益 削弱美国的研究机构公司 来阻止美国的发展 让美国人失业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结果就越来越多 然后Christopher Ridge还说 他说不止这些 中共要来驾驭美国人的另一个工具 我们把它叫做恶意外国影响 一般来就是通过外交渠道 所谓的恶意外交 恶意的外国影响呢 是指颠覆性的 秘而不宣的 犯罪性质的 或者是胁迫目的的 旨在左右美国的政府的政策 扭曲我们国家的公共话语 打击我们对民主程序和民主价值的信心 那中共正在进行一场 高度复杂的恶意对外影响的运动 其手段包括贿赂敲诈和秘密交易 这个部分呢 里面其实话讲的很简短 里面的含义非常深 如果你要是去开门课 光讲中共这个海外的恶意外国影响 就是贿赂敲诈秘密交易 那可以讲上一个学期 那这里我们就只好跳过去了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讲这个故事的 专门的场合 我们今天只是抓住了这个话题 那第三 第三个话题就是 美国开启了中美冷战中的间谍战 那美国负责反间谍工作的 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Christopher Ray 在这次演讲当中 他实际上 这个演讲本身是有很重要含义的 就是说他相当于宣布说 美国在中共点燃中美冷战之后 在2020年的7月 变相的宣布了他启动了 美国联邦调查局启动了针对中共的反间谍战 那这场反间谍战呢 将会成为长期的中美冷战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今天选这个题目来讨论 原因也在于说 到现在为止 台湾的媒体好像没有从这个层面来认知中美关系 就是说 中美冷战启动之后 长期的美国针对中国的反间谍战 以及中国利用大量的间谍在美国 偷到机密和偷到科技情报 这样的活动 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阻止 现在才开始 就过去四年才开始 有所的被遏制 那其实呢 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之后 西方国家针对中共的这个反谍爆战 一旦开启之后 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一直到冷战呢 当中的红色大国失败而结束 中共是摧毁了经济全球化1.0版的 通过了启动中美冷战 点燃中美冷战 但是台湾有些媒体 有些人 这个政治团体 一直在讲什么 美国要争夺地缘政治 要维持美国霸权 而实际上 美国并不在 并不需要去争夺在东亚地区的什么霸权 因为美国是在那里维持秩序的 台湾有没有人看到黑道在街上开枪的时候 跟警察讲 你不能有霸权哦 你不能有威权哦 你拔枪是不对的 你怎么不敢骂黑道呢 台湾现在有很多人也是这样 面对中共他一声不吭 很乖很乖 还跑到中共那里客头去 但是面对美国他就挑三拣四 美国你这不对 那不对 不可以信任 为什么他们不考虑一下 中共是要摧毁西方国家 所以现在 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这种 点燃中美冷战的这种 全盘计划做出了反应 那么因此的经济全球化的1.0版原来是以中共的世界工厂为核心的 现在出现了一个中共非常不喜欢的经济全球化2.0版 就是说经济全球化离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照样运转 但是中国离开了这个世界工厂 或者说世界工厂没有订单了 外企走掉了 那中国的世界工厂就什么都不是了 那么对台商来讲 在中国经营的那些台商 有必要看清这种全新的局势 因为这其实是在中国的台商 这些企业今后经营了一个基本的战略思考 你不要说我再商延商 中美冷战就意味着再商延商结束了 不是你喜不喜欢或者你应不应该再商延商 而是说你所面对的环境 因为中共点燃中美冷战完全改变 那么对台商来讲 你今后要到底要怎么经营 是需要重新认识经济全球化2.08 那这个话题 我想当我到台湾以后 我们如果时间上允许在节目里也许可以展开 那么也许我在台湾会有一些 这个和观众 还有在一些其他的节目里 或者会上也许会有机会讲一下 那么回到今天的主题 就什么是美国对中共的反间谍战 他目的是什么 我下面还是引用美国联邦大陆局局长 Christopher Ray 他刚才提到的演讲 他讲非常清楚了 我都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诠释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在我们当今世界最可怕的前景莫过于 一个充满敌意的外国政府 有能力毁坏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设备 我插一句话 他指的是中共 早就在2015 16年全面入侵了美国的供水供电 供气系统 试图掌握毁坏这些系统 让美国断水断电的这样一些 这个战略性的企图 再回到Christopher Ray的原话 他说中共当局致力于广泛的 多种多样的盗窃活动 以及恶意影响 借助极权政治的高效率来发起攻势 他们精于算计 坚持不懈有耐心 不受一个开放民主社会 或者法治社会的道义所约束 在中共领导下 共产党将继续盗用我们的智慧 到影响我们 他讲的智慧 其实就是智慧财产权 为共产党将继续盗用我们的智慧 影响我们的政策制定者 操纵我们的公共舆论 盗窃我们的资讯 他们采用的方法 就是使用一切手段 利用一切行业 因此也要求我们必须使用一切手段 利用一切行业予以回应 那Christopher Ray最后讲说 我们取得了成功 在很多外国伙伴的帮助下 我们逮捕了世界全国 全球各地的目标 我们的调查 以及随后的起诉 揭露了共产党人使用的谍报技术 提升了我们的危险意识 以及我们各产业的保护意识 我们的行动也展示了我们的决心 以及对起诉罪犯元凶的能力 我们已经看到 我们的刑事起诉 已经使其他国家加入到我们的事业中 我们正在与美国以及国外的伙伴机构 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 我们不能孤军奋战 我们需要全社会的响应 这段话里我讲的比较快 其实它讲了三层意思 一个美国现在正在和世界各国的 这个政府合作 来抓捕中国的间谍 当然不可能抓光了 那么中共还会继续从事它的谍报活动 那现在只是说 欧美国家现在开始在反间谍战当中动手了 只要动手 它就构成相当程度的威慑 那么第二层意思呢 就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这个主要的反间谍机构 也在和世界各国的伙伴机构 对英的反间谍机构 一起紧密的合作 那里面就包括对中共谍报人员的 这个情报的交换 帮助其他国家来识别中共的谍报活动 和谍报人员 最后克里斯托弗尔讲的第三层意思是 我们不能孤军废战 我们需要全社会的响应 意思就是美国人过惯了 舒服的 完全放松身心的那种状态 然后 觉得说美苏冷战结束了 对克格勃这个名词已经变了历史名词了 从此就没事了 其实克格勃活着 今天普京就是克格勃出生的总统 他还在继续活动 那么中国成了另外一套克格勃系统 非常活动非常唱绝 那么以上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克里斯托弗瑞 他的几年前演讲的内容 那我观察到的情形是说 过去几年来 中共在美国很多过去十分肆无忌惮的间谍 以为自己是很玩得很巧妙的 因为一直没事 结果就在最近几年内 陆续的落网就范了 而且招供了他们的同伙 这样就使美国的反谍报的成果相当丰硕 那近年来 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是非常重视经济谍报活动的 由于中共的经济间谍活动日益活跃 联邦调查局估计说 中共的经济间谍活动导致美国每年损失数千亿美元以上 就是中国不是讲它崛起了吗 建立了全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那技术有多少是中国自己研发了 没有 大部分都是偷来的 就是这个每年造成美国数千亿经济美元损失的原因 因为美国的科技技术专利 各种市场的经营的机密都被中共偷走了 那么对中共这种冷战对手 美国是不能够放任中共的情报人员 继续通过盗窃商业机密技术专利 来损害美国的经济实力 而同时去壮大中共的经济实力 所以只要存在着中美冷战 那谍报战 科技战 还有贸易战 这三个层面的对抗 就必然是会和另外两个层面的冷战的 必不可少的部分是并存的 就是说 冷战两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是 军事对峙和外交沟通 那除了这两个部分之外 一定还同时有谍报战 科技战和贸易战 那现在所有这些层面 全都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中美关系 以及两岸关系 已经深深的改变了 中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 中共现在是美国的敌人 美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 对付中共 台湾还能把中共当成朋友吗 那么在谍报战当中 除了政治面 科技面和军事面的反间谍之外 经济面的反间谍活动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除了政治科技军事 这些领域 有反间谍的需要 那经济面的反间谍活动 也很重要 那根据美国的经济间谍法 那经济间谍活动的含义是说 获取贸易机密 帮助外国政府或者机构去获益 过往美国发现的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 主要是瞄准美国的国防工业和高科技产业 但最近这十年 美国联邦调查局征办的经济间谍案件显示说 中共的经济间谍活动 已经覆盖了美国的各种产业了 任何美国公司 他只要想 只要用 这个美国公司自己的产品 工艺或者设计理念 中共想要了 他就可能伸手过来透 都成了 中共间谍的目标 中共经济间谍的目标 所以美国中美冷战中的谍报战 不只是打击中共的专业和业余的 政治军事谍报人员 还要同时打击中共的商业谍报人员 那么下面我会讲第四个话题 是两个谍报人员 中共谍报人员的故事 我开拓介绍过 一个是蝴蝶先生 Butterfly Mr.Butterfly 还有一个就是CIA里面 中共一个长期的卧底 美国中央情报局内的长期卧底 那中共是叠霸老手 我们必须讲说 国民党过去吃亏在这上头 现在 我就不讲了 大家知道 都讲不清楚国民党现在 在扮演什么角色 中共作为谍报老手 它的谍报机构比国民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的时候 比国民政府的谍报机构资格还老 早在1927年 就是国民政府的早期 中共就受苏联的训练 建立了比国民政府的最早的反进的机构 都还要早的一个 叫做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 那么这个科特别行动科 中国 中共简称叫特科 特别行动科的特科两个字 那其中有一个人 就是苏联 是他的负责人之一 叫做成根 他是中共的解放军的大将 他就是在苏联专门受训的特工负责人之一 另外一个人叫做顾顺 让我下面会讲到 那讲到说中共的谍报机构 比国民政府还老 是因为国民政府最早的谍报机构 是设在中央党部的 叫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 那么在国民政府 因为到抗战时期 就又设立了国民政府的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所以分别就有中统和军统这两个简称 那么实际上 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 他的资格还没有 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 他处于一个地下的 中共组织的一个谍报机构 就政府的谍报机构 比地下组织谍报机构 出现的还晚 建立的还要晚 那么刚才讲到顾顺章 他是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的一个负责人 和城庚同时负责这个机构 那这个特务机构 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 他是负责在国军 国民革命军内部的中共 地下情报活动 他们主要除了打入国民党内部之外 还从事暗杀活动 比方讲 中共特别行动科的一个负责人 叫做顾顺章 我刚讲到 他后来是被中统抓住了 被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抓住了 抓住以后呢 就策反了他 结果周恩来就指挥 就中共后来的总理 第一个总理 周恩来就指挥中共特工的杀手 把顾顺章一家老小 从老人到小孩 全部灭门 这种事情中共做得出来 所以中共不是谍报菜鸟 是谍报老手 那么中国民政府的大陆失败 就是因为中共的谍报活动非常畅狂 那么如果蒋介石在台湾 后来不去抓捕 在国民政府 甚至是国防部里面 潜伏的中共谍报人员 那么台湾可能也早就被中共装 征服了 那今天就不存在台湾人的一切了 就是说大家的生活水准 大家的日常状态 和中国人大陆人没什么不同 你们也就不要想什么全世界去走了 也就不存在中华民国护照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是蝴蝶先生 中共啊不只是说在对国民党对国民政府的谍报活动 非常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这个以至于到今天台湾讲到白色恐怖的时候 有时候也分不大清楚谍报人员和这个共党同路人之间的区别了 就是可能台湾在白色恐怖时代 这个抓捕共谍的时候 可能抓扩大了一点 但是并不是说真正的中共谍报人员 有证据的现在还在中共建立为他们建立墓碑的这些人 就不该抓 这些人不抓 没有今天台湾 那么我今天讲到蝴蝶先生 Mr.Butterfly 他说明一个问题 就中共对欧洲国家的谍报活动 早就开始了 那么西方国家当中啊 和中共建交的不是 第一个建交的不是美国 也不是日本 是法国 因为法国的总统戴高乐 他当时就一直想奉行一种所谓第三路线 就是他要不跟随 不和苏联靠近 但是他也不想再和美国走在一起 所以呢 他要另搞一套 所以他最早在1964年就和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了 然后呢 中法国在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 中共马上就开始针对法国的谍报活动 那么我们知道哈 中共虽然对台湾的谍报活动一直在渗透 从过去到现在 但是中共对西方的谍报活动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以前是比较没有基础的 我跟大家讲一点 可以现在看是算是政治上的小话 中共是没有什么职业外交关的 因为他都土把路嘛 所以中共建立政权以后 他不是需要向欧洲国家派大使吗 他没有像一样的职业外交关 那么结果呢 他就把军人找来了 从军人的将军当中挑几个懂一点文化 不懂外语啊 只是懂有点文化 不至于说大字不是几个的那种大乱老粗 那么就把这样的将军 因为中共的将军是靠打仗打出来的了 不是受过完整的军事教育 然后这个在军中有这个多少 这个所谓的绩效 他们只是打仗打成功了而已 那么中共这些将军呢 他们当然就没有受过谍报训练 他不懂谍报活动的 他们连外文也不懂啊 所以中共当时在西方啊 要展开谍报活动 一般都是大使馆为基础嘛 但中共大使馆里头就没有像一样的谍报人员 另外呢就是中共当时对外封闭的 所以中共的这个 有几家谍报院校 最著名的有几家 一家是北京的叫做 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叫做国际关系学院 这是专门的谍报机构 另外一个谍报院校呢 是军方的 就是 中共的解放军 在南京有一个南京解放军外语学院 还有一个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 好像还有一家解放军西安外语学院 这些学院也都是培养军方谍报人员 专业谍报人员 但是呢 这个 由于当时中共对外封闭的 没有什么外国人到中国去 所以中共这些谍报人员 没办法到外国去受训练 结果的话 他们这个专业能力是很差的 那么中共对西方的谍报活动呢 他就没有办法靠专业谍报人员去做 因为专业谍报人员一离开中国 因为太土了 从语言到这个社会生活经验全都没有 很容易就暴露 所以他们中共只能利用非职业间谍去从事谍报活动 那针对对象呢 就是外国大使馆当中的外交人员 那还同 也有可能是从香港人当中 招募中共的间谍 那派到其他国家去 那当然了 九十八十年代后期以后 中国的第一批外派的职业谍报人员就开始活跃起来了 那么也是利用了美国对中国开放 那么 我这里讲个小故事 我当面就碰到过中共军方的谍报人员 1990年夏天 我在普林斯顿这个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 我准备去考这个博士项目 那么有一个程序就是我必须去考Toffel 就出国国的人都到美国的人都知道 要考这个Toffel这个专门的英语语言能力 考考试 专门针对外国人的 那么我当时这个考试的地点呢 选在普林斯顿的高中 high school 那么我就早早就到了考场啊 我发现还有一个中国人也在那里 没别人 我就跟他聊两句 我就说一听是北京口音 我就问他说你哪单位的 哪来的 结果他回答一两句 四个字 我一下子 心里面真的大吃一惊 我大吃一惊倒不是说他是这么一个绝儿 一个 因为他回答什么字 我问他你哪来的 他回答总参二部 在中国 稍微在官场待过的人都知道 总参二部是中共军方谍报部门的一个简称 因为他在总参谋部下边 情报部设为 对内称为 对外称为二部 就是把代号 把那个名称给掩盖起来 用二部 什么三部 三部是技术侦查部 二部是 情报部 一部是作战部 那么总参二部 大家一听就是特务机构 军方的特务机构 他居然就把这牌子亮出来了 他可能觉得很神奇的 我是特务 那么我一听说 原来总参特工 专业特工 军方的专业特工 已经准备进入中美国的大学来念书 所以他才要考淘福 不过后来我没再见到过这个人 所以不知道他考得怎么样 或者混到哪个学校里去了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个 很有名的 中共对西方谍报活动的真故事 大家就可以理解说 现在的中共的谍报活动 是在个什么样的基础上在升级的 有中共不是 我前面讲 中共不是谍报活动的新手 是老手 老到什么程度 我再给大家介绍 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说过 1988年美国Broadway 白老会有一部舞台剧 叫做Mr. Butterfly 蝴蝶先生 那1993年 这部舞台剧呢 又被改编成同一个名字 Mr. Butterfly 编成一部电影了 那讲的什么 讲的就是中共对欧洲的谍报故事 而且是怪异的情色故事 剧中的主角 叫真名 叫石佩普 时间的石佩 佛的佩 这个纯朴的普 他是这个石佩普 是1938年生于一个教授家庭的 后来呢 他是北京京剧团的男演员 注意啊 我强调是男演员 他应该不算是职业间谍 因为他好像不见得真的受过多少谍报训练 那1964年 法国跟中国建交 在北京设大使馆了 那中共马上就针对法国大使馆下手了 他们挑中了一个有弱点的人 叫做Bernard Bosico 我是按法文发音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译成 Bernard Bosico 但他法文原译应该是念Bosico 那么他就针对这个Bosico下手了 当时石佩普这个人是26岁 长得有点这个比较年轻 另外呢 面相呢 比较不那么粗犷 然后这个石佩普男扮女装 冒充女生 就勾引这个法国的这个人 这个外交官 他的职务在法国大使馆是会计 那这个法国人正本来就是双性恋 然后就和这个石佩普呢 发生了性关系 但石佩普不是以这个男的身份 他是以女生的身份 然后两个人就如交四期了 这个法国人似乎是把他当成女生了 那这里面的故事 很多人在会提出种种问题 我不负责回答他们当年那个情色故事里面的情节 因为我不知道 然后呢 这个石佩普呢 就利用这个情色关系 向Poseco提出来 你得提供情报 结果Poseco呢 为了维持这个关系 就先后为中共提供了500多份 法国政府 法国大使馆里面的机密文件 那然后呢 中共还想了个花招 从新疆找来一个 不是汉族的 长相跟汉族不一样的 一个 这个新疆 无论少数民族的一个小孩子 四岁的男孩 然后让这个石佩普啊 带着小孩去见这个法国人在北京 骗他讲 骗法国人说 这就我们两生的小孩 那到这个时候为止 这个法国人Poseco呢 还是相信说 石佩普是女的 他怎么蒙过去了 你不要问我 反正他蒙过来了 不然他不会带小孩来的 对吧 他的故事没有完 1982年 石佩普带了一个小孩到巴黎了 然后就跟Poseco呢 团聚了 那然后是 法国的反间谍部门后来发现了Poseco有间谍的活动 1983年把他抓了 接下来就把石佩普也抓了 最后呢 石佩普和Poseco在法国是被判间谍罪 六年 监禁六年 当然了 事情公开之后 这个Mr. Butterfly 就是Butterfly可以是Mr. or Miss 然后这个石佩普就被称为Mr. Butterfly 蝴蝶先生 意思是Boseco这个法国人 后来成了法国全国人的笑柄 就是说你居然把一个男的当女的 跟他搞在一起 完了以后还说是这个男人给你生了小孩 你还相信了 这是一个从情色间谍最后变成国家笑柄的一个中共谍报人员的故事 那这个谍报人员是成功的 那么捞到了法国的情报 但是呢 这个人家没有受过专业侵略 第二个故事 听起来跟台湾有关系了 这个人就是叫做金吴黛 英文名字是Larry Wutai Chin 就是他的这个英文的first name 有一个美式的name Larry 他的拼这个英文拼音的名字是Wutai Chin 那么这个金吴黛 他是长期在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去卧底的中共间谍 他1922年出生在北京 抗战时期他是在成都的燕京大学念书的 然后他也是国民政府的公务员 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 下边有一个福建广播电台 他在那个电台当过播音员 那1948年他考进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担任议员的 那1952年他是考进美国国务院的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局 那1970年他进入美中情局 兼担任议员兼分析员 那么因为他是分析员 所以他就接触到很多最高机密的情报 那1981年金吴黛退休的时候 中央情报局没有发现他是谍报人员 中情局还给他颁发了奖章的 这也是中情局的大丑闻 一个长期卧底的中共间谍 中情局给他发奖章 去表彰他为中情局中心服务 其实他把中情局 相关美国的谍报 情报资料都送给中共了 但是以后 几年以后 他被美国联邦大局抓住了 指控他六项间谍罪 那么他在监狱里头 是用塑胶套 套在头上 用鞋带把这个 所谍套扎住以后 自杀的 自觉的 那么 我会讲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金吴黛实际上是被 中共国家安全部 北美情报司的司长 国家安全部外事局的主任 余强生 供出来的 余强生有个哥哥 叫余正生 曾经是中共高官 现在已经退休了 余强生呢 是从中共叛逃了 他是携带着 金吴黛这个 在中央情报局卧底的 中央情报 重要情报 到了美国的 然后呢 他还带了 有些档案 档案带过去了 这样的话 美国联邦大局 拿到了金吴黛 在中国国家安全局的 代号和通信证据 因为金吴黛和中共联络 是很秘密的 用各种方法 比方有时候他飞到 其他国家 在跟中国寄信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等于说 他寄过去信在 中国国家安全部 档案里边 那档案被余强生 给偷出来了 拿到美国联邦大局了 这样的话 金吴黛被被捕以后 证据确凿 他有个妻子在台湾 他这个妻子 曾经到北京去 希望中共啊 能和美国谈判啊 说 把他换回 把他这个大间谍啊 换回中国去 救他一把 那当时 曾经是担任中 就是金吴黛的事情 出来的是 八十年代 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 是李肇星 后来当外交部部长代 李肇星当时在 新闻发布会上 他是原话这么讲的说 他说 李肇星讲 说 这个金吴黛事件 是美国反华势力 编造出来的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向美国 和任何其他国家 派遣过任何间谍 那中国政府 不会承认 这次反华事件 也不认识 这位自称是中国间谍的 金吴黛先生 这是李肇星 这个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 讲的 他讲 我刚才念了他这段 这些话里头 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全是假的 金吴黛事件是美国编造出来吗 不是 是你国家安全部的外事局主任 北美情报司司长 拿着他们的档案来 告诉美国举报的 那李肇星说 中国政府从来没向美国 派过任何间谍 那金吴黛已经给 在中央情报局卧底 三十年来 李肇星第三句话是 中国政府不会承认这件事情 当然是不会承认 我后面还要讲到 后果是什么 然后还有一句 中国不认识这个 自称是中国间谍的金吴黛先生 这是更是鬼扯 对吧 因为你自己的谍报人员 已经把金吴黛给出卖了 而且是中共重要的谍报干部 那这里要讲到 为什么金吴黛会想到说 请他太太到北京去 求中共把他交换回来 原因是苏联当年 对谍报人员是一直用交换的 就是苏联会用抓捕到的 美方的人员 不管是飞行员 或者是像U2 这种侦察机的飞行员 或者是这个美国的商人 把他们抓住以后 都给他们安一个谍报人员的名义 然后呢 把这些人和苏联被在美国被抓的 苏联谍报人员 重要的谍报人员来交换 他目的是营救自己的敌后特工 美苏轮战时期啊 在德国柏林的西南角 就是这个地方是 美国占领区和这个 东德控制区之间的一座桥 叫做 Glinic Breaker Glinic Breaker就是德文的桥 Bridge 我到那个地方去看过的 那个桥是著名的美苏外交交换间谍的地点 所以在西方有一个通俗的名称 叫做间谍桥 就那个桥上专门走间谍的 因为当时两边是 那个桥是个界线嘛 两边都是封锁的 不通 只要桥上走了人了 那人都是间谍 因为是在双方交换 在桥上 但是啊 中共对他自己的间谍 可不像柯格勃 柯格勃还有点人情味道 他是希望说 把自己重要的间谍交换回去 不然的话 你让剩下的间谍怎么敢卖命啊 你不要 中共的残忍就在说 他对他的自己的敌后特工 永远永远见死不救 虽然金无怠从1952年到1985年连续33年向美国提供重要的机密情报 涉及到从韩战到越战到中美建交 他为中共贡献两堆 但是金无怠完全得不到中共的任何救助 我看到媒体有介绍 还有这个维基百科上面 你去查金无怠也能看到 他当时见过一个华文媒体 在美国的华文媒体的记者 在监狱里头 那他对记者讲 他当时还是蛮 见记者的时候他还是相信 中共会像柯格勃一样 把他营救出去的 他讲给记者听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至少要做给世界看是不是 人员出了事情指的是谍报人员 谍报人员出了事情 结果好就一句我根本不理 这从人情上说不过去 那这个国家不会永远不负责任的 对不对啊 他这样讲是想安慰自己 不要绝望不要绝望 因为有苏联的例子在摆在那里 中共应该也会把他救回去的 我会立那么大功哦 结果他完全绝望 为什么 他太太告诉他一个消息 他金无怠在香港银行里 存了十万美金 是中方的银行 这个账户被中共冻结了 那笔钱被中共没收了 这个信号让金无怠彻底绝望 他知道这是真的 就是中共不是要救他 中共要灭他 虽然中共不能直接下手 但是中共已经把信号传给金无怠了 为什么要冻结这个账号 连他太太都不能取 原因是我要让你知道你最好死掉 金无怠马上懂了 他没有任何活路了 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就自觉了 那太太在 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个故事的进一步细节 也在台湾这里看到这方面数着到旧书团去找去 或者图书馆里 书名字叫做 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 这个怠是代工的怠 怠舵的怠 金无怠 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 是他太太写的 出版社是台湾的东皇 东方的东皇家的皇 皇帝的皇 东皇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1998年的书中有很多介绍 而且他太太对他丈夫金无怠 这种自觉这种做法提了很多质疑 这我就不管了 我只是举这两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 第一 中共的谍报活动完全不择手段 而且你不要以为说 只有专业谍报人员在从事谍报活动 中共的任何人都可能被中共安排来做谍报活动 而且做得很脏 像法国的那个一样 那么 另一面 我讲金无怠这个故事下 说明的是 给中共充当谍报人员的 绝对没有好下场 中共不可能承认有这样一个人存在 也不会把他救到中国去保护起来 会让他此生此别 所以等到被抓捕的时候 充当中国谍报活动的人 只有死路一条 那么我讲最后一个话题 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宣布 开始无反斗争 我前面提到过 那背后什么用意 现在中国是在和欧美国家之间 因为这个间谍问题 关系越来越紧绷 那么中共国家安全部的部长 陈一新 4月29号 在中共有一个党媒叫做学习时报上面 有一个头版头条的文章 署名文章 他的文章中表示说 当前的国际格局出现了 合作转向竞争 稳定转向动荡等等动向 必须居安思维 国家安全部要深入开展 反间谍反霸权 反分裂反恐怖 反间谍 无反斗争 那其中反分裂 台湾人应该一听就知道 专门针对台湾的 他说是要挫败台独图谋 惩治台湾间谍人员 什么权力促统 壮大统一力量 那台湾今天没有什么人在讲什么态度 中共也并没有抓到所谓的台湾间谍 我们只看到说中共在拉拢人 去壮大他所谓的统一的力量 统一力量也跑到北京去过了 那中共过去抓了台湾人当中 我了解到的就是有先前已经回到台湾的 屏东县访疗乡那位李孟居先生 那么2020年的时候 中共的央视有一个焦点访谈栏目 曾经介绍过关于他的所谓案件 那么中共的央视指控李孟居先生 说他到香港执行反送中加油行动 就是当时香港是反对说 这个把出版业界的人士送到中国去 按中国的法律来惩办 因为他们出版了不利于习近平的书 具体来讲就是什么习近平的情人之类 那么还说李孟居先生是非法拍摄照片视频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那全都是捏造的 就像外交部发言人后来当过外交部长的李肇星 满嘴谎话一样 那央视介绍李孟居先生的案件 也是满嘴谎话 全是捏造的 那后来李孟居先生 李孟居先生已经被这个关押几年以后 释放又回到台湾了 他在节目里讲过 我看过这个节目 他对他的访谈节目 所谓讲他拍的照片 什么危害国家安全 其实就是他在酒楼吃饭的时候 拍一下街景 街景正好里面有一辆军车而已 那中共说这种危害国家安全 那中共抓他无非就是要制造两岸紧张空虚 来恐吓台湾人 那么恐吓了台湾人 中共觉得他那些个统一的力量就发挥作用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也知道台湾谁是统一力量 那中共这个所谓的无反斗争的口号 反分裂他是在恐吓台湾人 反霸权是无反之一 反霸权表示的是说 尽管中共在中美冷战当中处处受制 嘴巴上他反而喊得更响了 那另外三个口号 所谓的反颠覆 反恐怖 反间谍 其实都是对内加紧政治恐吓的做法 那中共对这一套的 这一套就对内升级政治高压的做法呢 台湾人可能不大懂啊 为什么 对在中国出生 在中国长大的人来讲 大家再熟悉不过 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小时候就见过了 我下面讲了 这个中共对内升级政治高压的做法 台湾人可能觉得匪夷所思 我是在读初一的时候 刚刚进初中 就是台湾叫国中 我还不满13岁 那是中毛泽东就要发动文革的前夕了 那社会上的政治气氛变得非常紧张 那报纸上广播里不断在喊 叫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什么意思 就是共产党说 反对共产党的势力 越来越活跃 那我刚进国中 全体国中生被安排去听一场 叫做政治形势报告 你听到的内容 全都是关于大的事情 国际上的事情 比方讲说美国和蒋介石蠢蠢欲动 中国的外部居士如何危险 那是我们的小孩啊 傻傻的 那感觉是哇 我们并不是真懂什么危险不危险 但我们觉得哇我们变大人 我们都能听到这样的资讯了 然后在上海的初中生里头 因为我在上海念国中 上海的初中生里面出现了一股 潮流叫什么 有老师在背后暗暗地推动 叫做抓反革命 我后来就真的被抓到 被派出所立案了 我以前在节目里讲过 我今天不多讲 那么 我讲中学生里面普遍出现的 抓反革命干什么 初一的国中生 每天拿着 国中 国中的一年级的中学生 每天拿着官方报纸 那官方报纸 那时候不是也有漫画吗 从漫画呢 把它反过来 从背面倒过来 放在光线底下 看看什么 据说里面有反对毛泽东的反动标语 要发现出来 抓住阶级敌人 那后来我才知道 两年以后 根本就不是中国外部局势紧张 也没有什么反动标语 就是毛泽东要发动 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 他要把大部分共产党干部 全部解职 要把国家主席刘少奇 关起来弄死 那习近平当时还在小学 所以他应该不会听到什么 政治形势报告 他也不知道中学生 从官方报纸里找反动标语 这种荒唐事情 但是不等于说习近平不会 因为这套做法 中共做惯了的 那么当时中共的教育部门 去引导中学生 在官方报纸里找反动标语 其实是要暗示一件事情 中共高层有反革命 实际上 每当中共内部形势紧张的时候 他都会制造紧张空气 你也造出外部敌人 然后用这个做借口 加紧对内的政治高压 那这个中共现在 国家安全部长讲的 这个无反斗争 其中的反间谍 其实真实的含义 是防止真相曝光 因为中共的政治真相 从来就是搞得保密的 没有人能够打听到中共 中南海里面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有你听到的都多半是编 那么中共最害怕的是什么 其实是经济真相曝光 从统计数据到企业运营 各个方面的经济社会真相 都中共都要掩盖起来 不然的话 这些真相一旦在境外被曝光 就变成出口转内销 因为中共官场上 有大量官员是偷偷在翻墙 翻过防火墙 到海外来看资讯的中共党员 他们不是要谋反 他们是要通过这些资讯 了解自己的处境 怎么样在中共危险的处境里边 安身立命活下去 不要被官场的内斗整倒了 所以现在中共啊 普通民众的反而没有太多的 这个对中国局势危险的那种认知 因为他被完全被真相被掩盖了 普通民众就比较的不关心政治 那么中共官场的官员反而比较了解一点 所以官场的人人人心惶惶也是常见的 那么中共怕的就是怕官员人心惶惶 那么对中共再失去信心 中共就担心说 苏联的结局就会到来了 因为苏共不是被外国推翻的 苏共是被苏共的国家最高议会 宣布为非法组织的 那宣布非法组织的国家最高议会的议员 全部是苏共党员 而且苏共的各级干部 苏共的干部宣布苏共是非法组织 然后苏联就垮台了 中共怕的是这个 当然了 习近平现在这种控制方法 只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中共真的局面很危险 那么 接下来呢 这个今天时间啊 因为这个今天讲的比较长 这个 我就只好 不能把这个我们今天全部的 留言都仔细看过 我就看到哪里 就回答一点问题 然后恐怕我们的时间就要到了 乔春豪在这个聊天室里说是用鞋带 讲的不 你讲的是对的 因为塑胶带我们都知道 超薄对吧 人在一种很绝望的情况下 有时候会不由自主一伸手 只要手指的戳进去就破了 对吧 那只有一种情况 这个人绝望到一种相当程度以后 他就根本不想去戳破口袋了 那么他还用鞋带把口袋在脖子抓紧 有一个LJX说这个主播又造谣啥呢 我今天讲的东西没有半个字是造谣 全部都有根据 我也都说明了 我倒想知道 LJX你在哪里啊 你是不是造谣机构的工作人员呢 我现在讲的东西 不过我想我今天讲的这个内容 国家安全部肯定不高兴 尤其是那位国安部部长 陈一新不高兴 对吧 不过我并没有披露什么国安部的秘密 因为我也不长 我也不是国安部的人掌握不了 但是我可以从网上查到 我像我刚才今天讲的 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讲发言内容 网上都有能查到 然后金无怠的故事 网上一查就有 我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很多人都知道 其中一些细节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秘密 只是国安中共国家安全部的丑闻 看不过呢 我也注意到 当讲到间谍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呢 都会讨厌间谍 但是也有人怕提这个问题 那怕提这件事情 回避这件事情本身 值得思考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马上就会联想到 比方说中共在海外设立警察站抓人 警察站不但在美国设 在欧洲也设 最近还有 这个报媒体披露说 有中国人在巴黎被中共的 还不能说是谍报人员 就是中共的准警察吧 到法国抓人要把他押送回 中国去 还好这个人逃脱了 不然这故事我们就不知道 有一位观众 这些事件呢受到歧视 其实我觉得 以我所知在美国 绝当部华人没有这种感觉的 美国间谍够多的 被抓的也不少 逃掉的也不少 但是并不会说 其他人就都有了 那个危机感 觉得被歧视 你自己心中没有鬼 美国人能够分清的 他们知道 谁是暧昧的 谁和中共有构建 有往来 这些事情一查 很容易就查到的 所以实际上 用说被歧视呢 其实多少有一点是 有些华人是和中共走得比较近了 那么走近了以后 你别人看你 就不要 他就不要说是被 美国政府 关注 在华人中间也会受到 别人的关注 所以 走得远一点 离中共远一点是好事 对吧 同样的 在台湾也一样啊 不是 好像中国国民党 要被改成大陆国民党 不过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他没有搞清楚 大陆有国民党的 你不能搞大陆第二国民党吧 你要改成大陆国民党 你就是想要去 当冒牌组织了 因为 大陆国民党的全称叫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那是中共的党派 中共下属的附属机构 由中共发钱的 你改成大陆国民党 是要加入那个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吗 你干脆明着加入就好了 你到北京去定居 求中共 把你吸收为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 然后就像他们现在有 也有台湾人 从台湾跑过去以后 在中国还混一口饭吃 当然立法委员是没得当了 人大代表绝对没希望 John Snow 他说你讲的中美实际上陷入新冷战当中 但拜登政府一直不 宣称不和中国冷战 你觉得是一种 拜登在采取战略欺骗的外交辞令 还是没有认清大局 我觉得也不是外交欺骗 也不是没有认清大局 是他不愿意激化矛盾 那从台湾的角度来讲 美国这样不激化矛盾是好事 冷战这面棋子 从来就没有在冷战过程当中 被高度的张扬过 挥舞过 没有过 美苏冷战四十几年 两边只有媒体在讲冷战 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都不太喜欢用冷战这两个字 因为冷战这两个字 讲穿了是一种双方剑分别刺到对方喉咙的一个状态 谁都不觉得舒服的 因此作为政府把这件事情点透了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作为媒体 作为学界的专家 他们如果也跟着看不清楚 那就是糊涂了 拜登不这么做 我觉得有好处的 我不是给他辩护 我对这个老头厌透厌恶透了 但是他在这件事情上 在对中共的政策上做的 我觉得还可以 我如果说十分的话 我给他打个五分吧 但是至少我觉得他 这个把冷战讲穿和不讲穿没什么区别 因为冷战要的是实际的动作 而不是口头的宣传 冷战没什么好宣传 因为你只要把这个事情真相讲开来 尤其是当什么国安顾问 总统 国务卿这样的人 把这些话整个端到桌面上来讲了以后 后边就没有什么回旋的空间了 他会阻碍双方的外交接触 也会引起不必要的这种对立 我说的不是说原来没有对立 中美早就在对抗中 冷战就是对抗 但是你不必在上面烧把火 不讲冷战没有关系 但是讲冷战 由总统来讲 并不是个好主意 就像说台湾现在 并没有真的修改中华民国宪法 什么一个中国 因为道理是一样的 有一位PC2 举了个很好例子 他说就像你和你女朋友在冷战 你也不会说 你们两个女朋友冷战了 别人问你说你们俩怎么样 你会说没关系 我们很好啊 那实际上就这么回事 好了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杨江亚说了一句话 很好 我将来好引用你的啊 叫做博弈的时候 不必说清楚 那你这句话 我真的可以把你这句算是金句 谢谢斯高尼给我们节目的支持 最后你问到这个问题说 中国军事物资支持俄罗斯 有可能会被因为美国警告停止吗 还是需要欧盟联合警告中共采用 我想告诉大家 包括谢谢斯高尼 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警告 甚至制裁 都部分的会有效 但是也不能 不过不会有完整完美的结果的 不会 中共根本就不会停手 他会用各种偷偷的手段 原来他对这个俄罗斯的支持就是偷偷的 今后还会偷偷的 因为事实上中国往俄罗斯运东西 民航机里面装点什么 或者货机运过去 美国也没办法一样一样都查到 那晶片也不需要分得很清楚 我说就是说晶片也没有办法说 这个用卫星来查出来货机里面装的那个 那个包装箱里边是晶片啊 还是牙膏 对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个实际上 美国的对中共的这个军事物资支援 俄罗斯这件事情 只是把它点穿了 点穿了目的是告诉俄罗斯说 告诉中共说不要以为说你干的这些坏事 就像苏联当年干的一样 说你干的这些坏事以为我不知道 虽然我没有办法把你两手捆起来 但我这个螺丝啊会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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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拧的 所以冷战的过程其实是个拧螺丝的过程 大家都知道 嗯 一个小小的机械 你把螺丝放进去 然后螺丝倒要一点点拧 对吧 拧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把螺丝固定住 没有那个螺丝还有那个机械可能不太喜欢被这样拧住吧 但是 如果这个 老共 阿共要是经常的制造这种事情 那螺丝就一点点拧 那中共总归会被拧的就是被施压的那一个对象 所以结果呢 我不很看重 我记得前两天在亚洲很想聊的节目里头 只有亚洲电台的亚洲很想聊节目里也问谈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也说了 我说我不很看重美国制裁有效无效 要的是这种制裁的状态 因为这种状态的存在意味着说 中共在被 从各个方位 包括像反间接战 从各个方位的挤压 那他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他的经济也会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那中共对内的政治高压会越来越强 中国老百姓的活下去也越来越难 那么台商只要在中国还要坚持下去的话 那么他们会亲身体验到中共政治高压 经济高压 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会落到他们头上 俄罗斯其实 他现在只是说 普京这个独裁者他不肯认输 因为对独裁者来讲认输就是死亡 就是政治上的死亡 虽然生理上才活着 习近平也一样啊 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看欧洲局势 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多看中美之间的大格局 这个大格局一旦你们看清楚了台湾的 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可以完全调整一种全新的思维来认知 台湾今后的国际处境 简单来讲我记得在自咬着电台那个我和宋国诚教授在一起讨论的时候 他提出了一个说法我觉得很好 一个总结概括就是说冷战 我提出的说法是说冷战当中无热战 就是冷战把热中美热战的可能性给灭住了 用灭火器给压住了 所以冷战当中无热战 那宋国诚老师提出的一个看法 更进一步 就是说从台湾安全的角度来讲 冷战越长越好 冷战多久 台湾的安全就多久 这句话讲到要点了要害 我希望这句话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去从 深度去理解宋国诚老师的这个看法 这个看法有助于台湾民众 对政党的认知 对台湾的政治的认知 还有对台湾未来走向的认知 有一个新的一种转变和调整 因为就在这样的气氛当中 台湾已经走出了过去 被两岸关系束缚的那个阶段了 只是大家没有感觉到 就像说你在深夜当中走在一条巷子里 没有灯光 天上没有月亮 路上没有路灯 你也没有带手机 所以你不知道你是走在 还走在巷子里 还是说你已经走出巷子 只是天太黑 那么台湾现在其实已经走出巷子 前面一片开阔 只是大家还没有看到 你走出去了 因为你不知道走出去了 那么我今天告诉各位的就是 实际上我们在现在讲的很多话 就包括我到台湾去 有机会和大家见面也好 这个在一些节目里我都会讲到这样 这些问题慢慢慢慢的把这问题一点点铺陈开来 大家会有一种新的 对中华民国光明前景的一种理解 好 再次谢谢大家 我们台湾见哦 我们下回直播就不 我就不在这边咯 好 我们下次节目台湾见 欢迎大家在 如果还没有登记我们那个见面会 又想去的话 我再说一下这个见面会的时间地点 访问我们政经最前线的网站 网站右侧有一栏是这个社区 那么剪辑社区你会看到这个会议通知 时间是5月11号星期六 下午2点到4点 场地现在是限30个人 所以报名要快 再就是见面会的地点是在台北市信义区 福德街 福是福气的福 德是这个道德的德 福德街96号 燕玉文化中心 燕是大燕的燕 玉是地狱的玉 好 我们到时候见面会再见 我看到Skazani已经把这个地点时间都贴写在这个节目里头 谢谢你啊 好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的节目 希望大家也多向你们的朋友介绍我们的节目 转传订阅 按下小铃铛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谈的很多话题 其实对台湾都很重要 只是说呢 我们希望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够看这个节目 多了解的资讯 我会尽力为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国际局势 这个中国局势 这方面的进展 那么帮助大家呢 更多的了解说 很多被搅混掉的一些看法 它错在当里 那好 今天我们就在这 结束了 再次感谢大家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 你又在胡咯八道啊 我们下次见